大家好,这里是宋世信语 这几天地道比较热 我们就来聊一下地道作战的论文 这个地道战术在历史上是频繁的出现在战争中 特别是二战期间 日军在太平洋岛屿对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地道作战 给美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二战末期 日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修建了大量的地下碉堡和地道 用于躲避美军的空中轰炸和炮击 这些地道有些深达30多米 非常难以摧毁 美军在塞班岛战役中就遭遇了这种战术 日军利用岛上的火山地层 作建了大量的地道和洞穴 造成美军伤亡惨重 在瓜加林战役中 美军无法摧毁日军在珊瑚岩层中挖掘的地道和掩体 导致无法完全歼灭岛上的守军 美军后来采用火焰喷射器 这些武器燃烧吸入这些地道 或者直接向洞口灌水淹死里边的日军 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太平洋岛屿战斗中 大概有12万日军或者2万多美军死于了这种地道战 美军的伤犯人数可以说多达数万人 不可否认 这种战斗对美军来说是场噩梦 暴露了它对付这种战术的准备不足 也反映了日军最后的疯狂 这方面可能不需要我多说 比如1998年导演特伦斯·马利克的 《莱特宁希基》 《The Thin Red Line》 这部电影就描绘了 美军在太平洋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 和日军激战的场景 可以说展示了日军使用地道 和碉堡的这种战术 Bunkers 造成了美军的伤亡 但是还有很多电影都描述过 二战太平洋小岛这种战争的残酷 那在越南战争中 美军也遭遇了越共使用地道和隧道的战术 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充分表明了地道战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那越共和北越的部队 在南越广泛的建造地道系统 用于避开美军轰炸 同时进行突击和运输 据估计 越战期间 南北方总共修建了 号称数千公里的地道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铁三角地区的这个古之地道 这个翻译法不一样 那这些地道 它处处比较隐蔽 内部是有很多的陷阱 美军在清扫的时候 常常是伤亡惨重 这个地道系统 它位于胡志明市 西北方大概40公里 位于古之县 所以叫古之地道 最初呢 是越南 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时候 当时呢 当地的农民啊 徒手挖了20多年的 这个地下战道 到了1960年代呢 越战时期呢 就转为实施 抗美地道战的重要地下基地 由越南南方 民族解放阵线建造 这个全长200多公里 有无数条宽 不到80公分的地道 可以说是分三层 那么结构交错 那地道中呢 有医院会议场 睡眠的地方 作战房间 连固 还有军事陷阱 这些设备 规划是极为完备 美军啊 这次依然没有好的办法 来对付这个地道 应该说 美军还是没有找到 好的办法来对付 比如这次啊 他们用火焰喷射器 向地道那喷火 造成高温灼烧或烟熏 或者用退土机 工程设备 直接封堵和掩埋 地道入口 这跟卡马斯 把以色列强动的 防止道一样 还有使用苏干水泥 封堵地道 将地道内部啊 注水淹没 切断地道的通风和支援 有时候呢 会加撑这个化学药剂 加强杀伤力 后来没办法呢 就依靠所谓的地道老鼠 特种部队 带着手电和手枪 进入地道进行争夺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社会性方法 比如说 借助这个修探 修探犬啊 协助发现地道入口 或者是靠叛徒 对吧 这些都是整体来说 没有什么科技手段啊 哎呀 那进入二十一世界啊 这个各种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呢 也把地道战术 用于非法的跨境活动 比如在巴以冲突中 哈马斯在加沙地道 他挖掘对以色列的攻击性地道 在印巴边境 也发现过多条可疑的地道 这就使得呀 各国政府和军队认识到 必须重视地道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面对地道的重重威胁呀 各国呢 都在积极研发 这个相关的技术 那地面扫描雷达 这种手段呢 是重要的探测手段 其他的方法呢 就包括这个 比如说高效的扫描地下官网 探测地道的痕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无人机 也可以搭载小型雷达 进行空中巡检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地震波技术 可以浅测地下的这个震动定位地道 此外呢 还有各种传感器设备 也可以用于 不设于一次这个地道出入口 进行监控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呀 是加沙的卫星地图 我们做了一个巡航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面对 这个数据 AI时代的到来 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呢 也为地道的对策提供支持 你收集地道参数之后呢 建立数据库 是吧 用机器学习 可以分析挖掘地道的模式 甚至预测 它未来 这个隧道的走向和活动 所以GIS 就地理信息系统 也可以标绘地道分布 进行战术的布控 在定位地道后呢 可以使用各类的机器人 进行地道内部 进行详细的侦查 这是过去没有的 为轻堵这个行动啊 提供智能支持 比如还可以释放这个烟雾 探测地道内部结构 也可以直接在疑似地道内呢 引爆这个微星振波装置 判断地道是否存在 所以面对这样的地道威胁 单纯倚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 需要结合专业的地质 以及地下的作战知识 比如在岛屿战场 了解当地的岩性 沿途对开挖地道就有很多帮助 日军呢 就是利用硬制火山岩层 在岛上啊 挖掘了错综复杂的 这个地道和岩体 严重的限制了美军的扫荡 所以啊 我们需要让地质学家 参与其中 对某区的地层的 这个岩石的分布 地下水文进行科学评估 指导这工程兵呢 挖掘坚固的防御地道 同时呢 也帮助 军队的确定可能的地道方位 所以现在啊 许多国家也在这么做 组建了军地两用的 地质调查队伍 运用各种高科技设备 比如说 地震波 探测 电磁波 穿透 这手段呢 侦查敌方的 这个地道 这个需要地质 地球物理领域的 专业人才和设备的支援 他们的工作 直接关系到地道战术的成败 所以后面几期啊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两位这个 以色列国防专家的论文 非常的长 我们准备呢 分三期来介绍这篇论文 本来呢 我是准备用AI语音来来来读 可是我自己听的都实在过不了关 所以呢 我今天扫子还可以 我就在后面几期啊 完整的给大家 介绍一下这篇论文 那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聊天啊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